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掌锅 更是在香港娱乐圈里留下了最难合作的传言 人事关系在这一行很要紧 可我一直做得不够好 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假如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想办法做好 不一定会做得很好 但一定会去尽力做好它 作为香港最特立独行脾气火爆的老演员 邓江说不会处理人机问题是他从影六十余载最大的遗憾 可性情古怪的他却厌福不浅 三人太太个个貌美如花 其中原配和现任还是闺蜜 曾江的故事精彩非凡 令人大开眼界 1953年19岁的曾江还在九龙华人书院迷茫时17岁的妹妹曾义珍就已经参加视镜 被导演秦健一眼相中 那时的曾义珍并不知道 眼前这个比自己大十岁的男人 会是他未来的丈夫 公司给曾义珍改了一名 林翠 让其出演了秦健的电影《女儿新》 自此他一炮而红 霍峰学生情人 秦健也名声大噪 顺势成立公司 签下林翠 谢贤 刘嘉玲一众明星 并把他们都顺利碰红 领翠走后 哥哥曾江常去探班 导演 陶琴 看他气质不俗 李奥他出演了电影《同龄鸟》 可曾江始终觉得演员终究只是戏子 律师 建筑师医生这种职业才受人尊重 于是转身就跑去美国加州大学修了建筑学 可学成回港后 三年枯燥的策绘师工作 让曾江失去激情 再加上此时 秦健已经成为自己的妹夫 搭上他自然不愁美戏派 于是30岁这一年 曾江决定重重江湖 在秦健的支持下与兰蒂主演了电影《大马戏团》 1968年 34岁的曾江和32岁的谢贤下路相逢 合作电影《紫色风雨夜》 好为人师的曾江自视颇高 经常对工作人员指指点点 曾有媒体评论曾江 他的控制欲很强 摄影过程中连摄影师都会指点上 经常在不知不觉间流露出他自负的性格 作为正当红的男主角 谢贤对此十分不爽 两人一度发生言语争执 虽然没有上升到身体接触 但两人始终互相看不顺眼 也为多年后 谢贤给曾江的大耳瓜子埋下了伏笔 曾江这个性格古怪 狂妄自负 做的事也曾令人扎舌 在拍好莱坞片子的时候 他曾经在烟谈间遍地香港演员 只顾玩乐不专业 香港没一个好演员 也曾因为一个女演员 余木连找不到拍戏状态 就直接破口大骂 导致对方现场无地自容 崩溃大哭 从此 大家对他望而生畏 坊间提起最难合作的演员 必有曾江的大名 不过旁人看在秦江的面子上 对他也还算尊重 只是好死不死 秦江渐渐迷上了赌博 经常提着一箱一箱的钱去烂赌 他花光了所有积蓄 甚至还赔上了妻子林翠的全部家当 原本数一数二的导演却成为了赌贵 眼看着丈夫如此堕落 林翠无奈提出分居 不曾想分居的日子里 秦江并没有闲着 他与一位叫李婷的演员交好 刚出道的李婷不安适事 凑来二十万借给秦江还赌债 结果有戒无环 二十三岁的他在邵氏片场轻生 或许老年丧女太悲痛 半年后他的父亲也自杀身亡 后来债主们步步紧逼 债台高筑的秦健 走投无路 也在邵氏公司选择了轻生 至此 曾江的演艺资源一落千丈 他不得不从各种各样的小角色演起 渐渐成为了大众公正的黄金配角 多年的摸爬滚打 曾江终于凭借八三版社雕英雄传中 黄药师一角扬眉吐气 黄药师离经叛道亦正亦邪 而曾江同样狂傲不羁 脾气耿直 角色与人物性格上的契合造就了不可超越的经典 曾江自己也说 叶东斜 他是第一名 没有人能超过他 而曾江的古怪不仅展现到了荧幕前 还蔓延到了感情生活中 曾江一共娶过三个老婆 哥哥美若天仙 第一任妻子兰蒂 是曾江作为男主角正式出道时的最佳拍档 兰蒂原名张矮蒂 是张之洞的曾孙女 她不仅家世显赫 也长得处处动人 然而面对如此娇妻 曾江却始终不懂得怜香惜玉 结婚后 兰蒂的演艺圈里的朋友 也渐渐的被曾江得罪 一个一个的远离 闺蜜娇娇之前还经常到兰蒂家大麻将 曾江每次回家一见四个女人围在一桌 便掉头就走 朋友们再也不敢与之往来 但是事实难料 娇娇竟成了曾江的第三任妻子 不过这些也都是后话了 曾江的控制欲极强 在家里什么都要管 兰蒂常常因为她那些不体谅的要求 备受折磨 十年情段不久兰蒂便一遇而终 可是曾江并没有吸取第一段婚姻的惨痛教训 反而由着性子变本加厉 她转身就娶了美女作家邓拱碧 继续自己的潇洒日子 邓拱碧不仅身材火辣 而且才华狠义 既是模特又是兼职专栏作家 这样内外兼修的女人自然引来了很多男人的追求 可她偏偏对那些人不屑一顾 反倒是曾江独特的气质 让她清暮 脾气如此古怪 竟然能接连受到美女的垂青 不得不说 曾江的桃花玉真的不错 可是两个有个性的人走到一起 碰撞出的花火不是浓烈的爱情 而是剧烈的争吵 注定会被伤得体无完肤 于是十年梦魇再次走到梦醒时分 两次失败的婚姻 留下一儿一女 更多的是无尽的疲惫 彼时的曾江已经年近六十 任凭她有多无情 始终还是渴望着一丝的温暖和慰藉 这时正好有一人与她同病相连 此人正是曾江前妻蓝帝的闺蜜 刚刚往复不久的娇娇 两人有时会感望同一个片场 曾江便开摩托车 再娇娇一起去 一个丧偶一个礼意 两人抱团取暖 互诉中场 一来二去竟擦出了爱情的火苗 1994年曾江与娇娇在新加坡登记结婚 如今两人婚姻还算幸福 只是在她的教育下 儿子傲慢无礼 成了典型的啃老族 在国外钱花完了 就回到香港找曾江 前一拿到手立马走人 有儿子等于没有 曾经让很多人束手无策的曾江 如今也终于尝到了无能为力的滋味 娇娇是天使 是上天送给我的礼物 在没有遇到娇娇之前 我都不懂得什么是爱情 听到曾江的这番爱的表白 很多人以为她 转了性子 变得柔情似水 可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2015年 81岁的曾江和79岁的谢贤再度重逢 跨越半个世纪 两位爷爷被的人物 一身的恩怨在一档节目中爆发 被问及是否担心 与曾江擦出火花 谢贤说 我很能忍到 最多在镜头后面爆粗而已 曾江却语出惊人 我们以前都整天在一起 整天闹矛盾 有点火花还好 说不定能打起来 节目中几次交锋抬杠 如果说是节目效果 倒也不稀奇 可最戏剧性的一幕 是发布会上的一幕 谢贤先是质疑曾江装病 从头到尾 坐轮椅 感觉像是在玩弄我们 他还在报纸上看到曾江 留了三四个小时的鼻血 情绪一激动又爆出粗口 老叉 你死了没有 随后情绪失控 忍不住一巴掌扇了过去 结果夹在中间的胡锋 起身去挡 意外吃犬 眼睛都被打飞了 谢贤掌锅 曾江在香港扎开了锅 一时间霸占了各大媒体头条 连汪明权都下场调侃 与郑少秋上也掌过戏码 曾经有人质疑是否炒作 当时TVB企业传讯部副总监曾醒明 表示不会以这样的奇招作为宣传伎俩 并称谢贤和曾江在圈中都是有地位的人 不是无限合约演员 就算有这样的想法 他们都不会做 直到好几年后 两人才由中间好友前线再度投矿 病逝前线 今年年初 一段谢贤探望病中曾江的视频 在网上曝光后引起了热议 视频显示 当谢贤露面时 曾江想要坐起身来迎接 但是奈何身体虚弱 谢贤看后立即上前俯下身 给了曾江一个拥抱 虽然已经是80多岁的高领 但谢贤的打扮依旧是帅酷有香 迷彩背心秀出臂膀 这个年龄还能有这样的肌肉线条 非常难得 戴着的大墨镜与迷彩帽子 更显潮南本色 这样的身材与时尚品味 完全不像是一位老人家 难怪曾江也捏着 谢贤的肌肉发出不可思议的感叹 虽然曾江身体不太方便 但是精神不错 两位80多岁的老人 还不停地打打闹闹 像小孩一样 临走时 谢贤很乖地向曾江鞠躬 再鞠躬 而曾江故作成怒地开玩笑 警告 问谢贤是不是要对他三鞠躬 谢贤急地立马瞪眼解释说 自己只鞠了两次躬而已 这个画面 就像是84岁的任性弟弟 被86岁的哥哥误解后 急着要澄清 两位都是那么帅真且可爱 看着这样有情有义的画面 有位网友直接留言高呼 杨铁心来看望黄药师了 而更多评论都在指向同一个话题 那就是当年谢贤在活动现场 掌握曾江的旧事 现在老哥俩能如此亲密自然互动 看来往日恩怨早已了结 大家也乐见两个小老孩的 宠归于好 像孩子一样没有隔夜丑 其实曾江的性格跟黄药师真的很像 轻伤低 是财傲物不会解释 又金庸评价黄药师的那句话形容就是 鞋中带有三分正 正中带有七分鞋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你带来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哦 他们会看到了 非常的静